CNN日前刊发了一篇题为《绝美贵州,中国最被忽视的地方》的文章让网友嘖嘖称奇 文章称,贵州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是一个几乎未被开发的省份 与临近云南省的游人如知相比,贵州的景象则惨淡了许多 直到2014年,贵广高速铁路开通,它那惊人的美才千呼万唤使出来 中国有句谚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正是指的贵州 崎岖的地势和险峻的海拔将贵州和外界隔离开来 在贵州西南部有一条24个弯的山路,就是局势闻名的24道拐 是二战期间用来运送枪支弹药和粮草的通道 如今,24道拐也成为贵州一道独特的景观 贵州的梯田也是一决,其中,家榜梯田育满全国 梯田中散落着苗乡特有的吊脚楼 文章特别指出,夏季是贵州最美的季节 美丽的梯田在缭绕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迷人极了 在贵州还有好几项中国和世界之最 比如,鉴于喀斯特地形的清水河大桥 长2171米,高406米,是世界最高的桥梁之一 又比如,黄果树瀑布,是中国最大的瀑布 气势磅礴,震天洞地,是演映在群山中的瑰宝 不得不提的,还有位于贵州东北部的佛教圣地 梵敬山,孕育了众多珍稀动植物 包括中国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 贵州还有许多险象还生的地下溶洞和地下河 是探险爱好者的天堂 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单 除此之外,贵州还有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 这里居住着54个民族 其中,洞族擅长用木头造房子和桥梁 苗族则能创造精美的刺绣和染布 说到这里,小编已经默默收好行李 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贵州旅行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否也被贵州的美景所折服了呢 更多精彩新闻,尽在今天的参考消息 本集完